和其他讲究吃辣的菜系不同 江西菜的辣是一种鲜辣 鲜 一方面是只烹饪菜品的时候 我们使用新鲜的辣椒 不会用红油和腌出来的辣椒食品 另外一方面是说江西菜虽然很辣 但是辣味却不会掩盖住食材原本的味道 江西菜的辣起到的是一种辅助作用 这是由江西菜独特的烹饪做法决定 在加工肉类菜品时不加任何添加剂 只加适量的辣椒 只熟和农加食材 去熟了食材的腥味 又不是食材的本味 一些菜会采用先炒至辣椒的香味 然后单独炒至农菜 最后再把吃前的辣椒放进去一起调和 只有这样才能在吃辣的同时知道食材真正的味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